3 2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夏之平 今天非常的荣幸 我们来到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的办公室 我们要访问部长了 可是可是在访问之前 我们有一点点的小问题要先请 部长为我们开箱 来看一看这个办公室里面 有哪些神奇的陈设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会想说 那是一个高科技的办公室吧 那有跟其他的部会的办公室 有什么不一样呢 来让我们首先欢迎 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部长早安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谢谢部长 看到部长之前接受很多 媒体访问的一些片段 部长你是神话一哥 是这样吗 好没关系 等一下知无不言言无不计 我们首先想请教 在这个简单的陈设里面 我走到这个办公室里面 我发现 为什么跟其他我去过的部长的办公室里面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里的陈设极其简单 完全不是那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其他的都富丽堂皇 你不要害我 是这样子的 听说你常常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你也不坐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是一个open office的概念吗 其实我们星光办公室 就是营造成一个共同工作空间 co-working space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办公都是用这种行动载具 或者是笔电 任何地方它接上大荧幕的话 就好像桌机一样 但是不是固定在哪个地方 所以谁也没有固定说 我非得坐在这个位置 我最常办公的空间是这个沙发 那这个沙发配上短焦头影机 就一个非常大的荧幕 那其他同仁 不管是次长室的 主秘 或者是产业署的其他同仁 随时想要跟我讨论事情 大家就围着这个桌子 就可以讨论 那讨论时候 如果要写点白板 做点笔记 我们直接在iPad上写 就投影出来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随时要开视频会议 因为有些人也许不在这边 在别的市区 在国外 那谁讲话 那边那个镜头就take到谁 就自动拍谁 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调摄影机什么的 所以我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所看到的 除了最大的书桌跟沙发 就是家具之外 其他的3C设备里面 最大的就是投影机跟摄影机 没错 所以这个房间呢 它可以去跟我们另外的办公室 比如说盐平办公室 把它连通起来 连通起来的话呢 这边看起来这个房间 那边也一个房间 就好像打通了一样 所以这个墙壁上面就会呈现出对面的情景 这就是数位的精神了 是这样子就是跳脱我们时间跟空间的差异 然后把本来在不同地方的人 把它放在共同在场的一个情况 我从新光办公室的17楼到19楼到20楼这样来看 其实它整个办公室的陈设 也跟过去我们所看过的部会完全不一样 它也很开放 而且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同仁们 他们坐的位子 也不是那样很制式的排排坐 而且有斜的 有方的 这个而且是很好沟通的一个设计 对就如同刚才说的 任何时候我们跨不同的思数 好比像说产业署跟我们创新司 要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椅子搬一搬 因为都是这个不是固定的椅子 大家围成一圈就开始讨论了 所以一方面是打破我们内部这种 私属课层的这种分界 那二方面是说 如果外面的一些人民团体 社会团体要来洽工的话 有一个实体的地方给他们找之外 他们要带一些不太方便来这边 好比像说人在国外 或者是交通不方便 行动不方便的朋友的话 也很容易透过投影的方式来达到 如果是这样工作起来 会不会更有效率 或者是更有士气 或者说感觉更高科技 主要就是我们希望是环境来配合人了 不是人来配合这个环境 所以举例来说 像我签公文 以前签公文是要跑公文 要从严评这个可能带着很多的信封 然后直接用跑的过来 跑来这边刚好15分钟 上来这样要我签嘛 但是呢 现在因为我们全面的用电子公文 所以绝大部分的公文 是不需要跑公文了 我任何时候拿着这个载具 它去验里面的网络连线 里面的应用程式跟我的指纹 这三个夹在一起 透过零信任的方式 我直接拿这个笔 就可以批改 我这个指纹按上去 就可以签公文 这样子的话 我在哪里就不是很重要 就不需要同人整天在那边跑公文 您提到同人 那我可不可以顺便请教您 您对同人的工作的要求是什么 是 我要请所有的同人 不管是各司各属 都要办自然凭证 因为如果有了自然凭证 我们是电子签帐法的主管机关 我们就可以说 他用自然凭证刷卡签名 就跟他盖章签名是一样的 盖章签名 大家必须要在同一个地方才能够做 你得把那个纸本文件 带到他的面前 但是呢 数位就是可以超脱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所以呢 他用自然凭证 他不管人在哪里 你都没有什么纸本在哪里的问题 他可以直接来签名 那不管是我们的公文啊 和销啊等等的这些系统 都会改成用自然凭证为主 那很多人就说了 我们这边没有读卡机 所以有自然凭证也插不进去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用行动自然凭证 所以我也请很多同仁 他在手机上面 他就管行动自然凭证这支城市 这样子的话 即使他自然凭证卡不在身边 他只要用他的手机 加上他的指纹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好好奇 部长您一整天 要开多少 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刚刚您说的 利用私讯啊 利用打通办公室的概念来开的会 还有您一天要看多少公文 要看蛮多的 尤其是在立法院寻达的阶段 那因为立法委员会给我们很多批评指教 然后会希望我们提供很多资讯 那所有的给立法人的资讯 我都要签公文签出去 所以呢 那等于我们所有的同仁告诉立法院说 我们正在做什么的 我都得先看过 而且说不定还要做一些修改等等 所以每天的话 大概上千页啊 绝对是跑不掉的 那比较忙的时候 几千页都是有的 也就是说您依赖您的面板 依赖您的手机是很深度的 可以这样子说 那跟一般的民众没有两样啊 没错 一般的民众其实也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就说 部场这个除了批公文 除了开会 您要用到面板之外 那我不知道 您每天要看多少LINE 多少次的LINE 还有就是 您会使用脸书 这个上头是没有LINE的 没有LINE的 对也没有关脸书 对所以我工作就是工作吧 那我想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工作的期间 当然非得用这些产品 但是我工作期间之外 就是刚醒来 或者是睡前休息的时候 是绝对不带这些的 这些3C产品 绝对不可能进到卧室等等 所以其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 大概就是可以放得下 很多人是粘在上面的 那LINE这个发了几句 又来了一个讯息 本来手机快放下来 又拿起来了 那我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我一天只看两次LINE 就是刚起床都已经书写好了 要上车前看一次 那以及下班之后看一次 你会不会以毒不回 LINE看了当然是 如果有能够贡献的地方 是会回的 但是因为LINE并不是我们办公的一部分 所以用LINE办公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比起E-mail来讲 就是E-mail可以讲事情 讲得很清楚 然后你看了完整的脉络 你决定要怎么回 但是LINE有的时候呢 就是别人想到一半 就打个几行字 你就要回 他又加个几行字 或者加个表情符号 那这个时候等于是 大家的时间都卡在里头了 没有一个完整的脉络 而来进行讨论 所以呢 我是把E-mail当做LINE用的 你写E-mail给我 我半小时能够回就回 但是LINE的话 不一定回的 可是身为部长 大家也许很想听听看你的意见 那已经有这么多的民众 每天都要依赖这些3C产品 不管你是打手游也好 不管你是被LINE上面的讯息绑架也好 部长 对这个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当然两部分吧 一个是说 上面当然不是都是谣言 或者绑架什么的 也是有很多 像跟亲朋好友 能够透过视讯的方式 多接触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特别好 就是频宽越宽 越比较不会有 好像被绑架的情况 如果你能够聚精会神的 跟你的亲朋好友 因为就是不在同一个地方 透过这些平台来视讯来相处 好不像说我 我每个周末 每个星期天 我会回淡水 看老人家 那但是如果我回不去的话 那也会用视讯的方法 那像这样子的用法 就不会有你刚刚讲 绑架的问题 因为是已经设定好 礼拜天几点到几点 全身贯注 就在那儿视讯 视讯完了就关掉 也不会放不下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就是会传一些讯息的话 那也很推荐 现在在LINE上面 其实也有像什么 趋势科技的防诈达人 或者是真的假的 这个是G0V的一个活动 叫做这个Cofax等等 你去加入这些地方 那如果你看到LINE上面 有一些比较可疑的讯息 感觉上就想要绑架你的注意力 让你盲目的散播出去的话 那可以透过这些来做一些 及时的查核这样 各位杨广的好朋友 今天志评为您来到了 数位发展部 我们专访唐凤部长 刚刚我们先就这个办公室 还有提升办公室的行政效率来讲 还有就是各位是不是依赖 这个3C产品 我们请部长告诉我们他的看法 接下来呢 其实是有一个 这个数位发展部 正在推动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我特别要请部长来告诉我们 因为听说他的奖金 天额呀 这是我听过最高额的奖金 有7200万 有一个公益创新 真案100的活动 部长 说说看 我先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我先喝一口水 我先喝一口水 所以刚刚那个语速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啊 没有太省话 没有可以 而且 我觉得我们现在聊天 我觉得好棒哦 嗯 嗯 不想平常说话都这么快吗 哈哈哈哈 我已经放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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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慢一点 那可以不用再卷水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match match 谁在跟我说话 是为置评影响 对呀 谁在跟我说话 我就用他的腔脚 哈哈哈哈 好来来 这个公益创新真案100的活动 是我们数位部的产业署 所推出来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数位 能够照顾到每个角落的每个人 我们是问全国的这些公益团体 有没有哪些他们本来照顾不太到的弱势的朋友 或者非常花力气才能照顾到 但是透过数位的创新可以照顾到更多距离 好比像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语言法里面有20种国家语言 首语 台湾首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呢 首语的翻译跟其他的翻译有点不同 就是如果我是听障或者语障的朋友的话 我光是接个电话 打个电话 这个电话里头呢 不能只靠语音来翻译 得有首语的翻译是靠笔首语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视讯才能够翻译 本来只是语音这样子的讯息 那当然呢 我们也看到各级的政府都有做一些投资嘛 广播性质的 好比像说行政院院会后的记者会 或者是防疫的记者会 都会有首语老师 在那比首语 但是如果是打电话的这种通讯的 不一定是传播性质的 那就很困难 可能就是要派专人到他家里等等 那我们这边呢 就有看到一些新兴的一些创意 好比像说在我们InnoServe 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就做了一个直接能够辨认首语 然后把它转成字幕的这样子一个AI 所以呢 我如果是只会首语的朋友 他可以比首语 比给机器人看 机器人把它翻成字幕或者是语音 然后呢 再去通脸给其他人知道 那当然反过来 就是把对方讲的话翻成首语 这个目前AI还做不到 那但是至少 首语老师也不一定要到他家里 也可以在首语老师自己在的地方 透过一个就像这边的摄影机啊 萤幕啊等等 那我们就让打电话的时候 能够接到首语老师的这个叫VRS 就是一个语音转世讯的一个通传中心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一群的首语老师就可以服务非常多的人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你说他创造多少产值或GDP 可能不一定有 但是呢你若去看说 我们要达成国家语言发展法 生权法等等的要求 我们省了多少力气 省了多少成本 这个省了非常多的成本 所以就像这样子的一些案例 我们就是希望各界来提出来 那我们会挑选100个 看起来可行的案例 然后呢每个呢就是10万元 那这10万元发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透过一个叫平方募资的方法 问问看 整个社会有多少人愿意支持 这样子的一种案子 我们知道台湾人是非常有爱心的 所以只要500块就可以投下一票 那你可以支持相当多的案子 当然呢 如果钱多一些 当然是更好 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 好像谁钱多 谁就可以决定哪些案子 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是把每一个捐助的人 捐助的钱开了更好 然后呢再把它加起来 来决定哪些各有 就是各自的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人数跟钱数一样重要 这样子的价值 好了 那所以有了平方募资的结果之后 我们就会再去挑里面 特别值得辅导的 一对一的辅导 去看说 它去结合哪些新创的 哪些既有的 这些通传事业的这些支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它的影响力 当然在过程里面呢 要非常注意 资安或者隐私都不能够去破坏掉 不能够处理到关于各资的事情 那这样子最后呢 就是按照它实际发生的影响力 我们就给100万的奖金 那再看它后面的延续性 可能就可以多到400万 100万加400万就是500万了 所以全部加起来有7200万的奖金 就是希望把我们各行各业数位转型的能量 去搭配到这种公益照顾弱势的这样子一种敏感度 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公益创新这一只案子的目的 所以我可以说 这是一个永续经营的商业模式吧 可以 就是为了这些公益的使命 找到永续经营的商业模式 哇 太赞了 所以号召一下全台湾啊 全国对于这个构想是有兴趣的 不管是业者也好 赶快来参加 对 只要上我们的网站 100100.adi.gov.tw就可以了 好 太好了 另外一个话题是 我们曾经在早安台湾节目里面制作过这个 我必须说听来有点难过 但是业者们的确是沉痛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曾经跟民间的这个广播电视卫星的业者 做过一些报道 发现台湾的媒体的经营环境 其实是越来越困难了 那广告获利都被Google跟Facebook两大怪兽给吃掉了 那媒体该怎么办 事实上其实从2016年开始 台湾的这个广播电视的媒体的广告收入 每年都是用6%的速度去下滑 然后呢 一直到去年为止 有482亿这个台币 进入到这两大巨瘦的口中 于是乎呢 台湾的众多的业者 这么多的业者只能拿到50亿 然后呢 当然了 原本业者是希望说 数位发展部可以在成立之后 帮他们来管管这个事情 对 成为新闻业的主管机关 那我们变成广电总局了 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做传播的监理 是 不会绝对不会回到什么新闻局的那个老路上去 所以平面媒体当然还是文化部在协助 广电媒体当然NCC在协助 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构筑一个对话的平台 我们让跨境的这些 Google啊 Facebook啊 跟我们国内的各行各业 去寻求说怎么样可以共融 共融呢 就是双方都有一些业绩上面的成长 而不是像您刚才说的 90%跑到这些 这两个了 只剩10%啊 给我们国内的新闻 那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共融 为什么是从新闻业开始呢 就是因为新闻业在各行各业里面的公益性质是最高的 民主社会的发展就是有赖于强健的新闻业 没有新闻业的话 民主社会里面大家讨论什么事情 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实施基础 就会变成大家评一评感觉讨论 那这样对民主是非常不利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后面这个月底吧 就会开始有四场这样子的对话 那请Facebook跟Google 对于纸媒跟广电 这样加起来二乘二四场 去讨论说 诶 广告收入它到底怎么流失的 怎么样去弥补 是这两家业者帮助我们的媒体去进行数位转型吗 是设立某个基金吗 透过某种著作临接权的方法 他们要使用的时候 必须要 因为新闻不能主张著作权吗 但是可以对于临接权 要去给一些补偿 按照实际的用量吗 还是大家来集体溢价呢 现在国际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我想台湾比较幸运的 就是不分党派 所有人都知道说 新闻业如果凋零 对我们民主不利 这个各党的朋友都这样子觉得 所以我们就是要营造出这样子一种 这是全民共识的这样一种态度 那国际上面的业者也不一定都铁板一块 他们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模式 他们也有一些诚意可以端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讨论 怎么样子确保说 我们新闻业确实是已经下滑了 但是透过数位转型 说不定可以回去上升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增进全民对于新闻业的人士 好 我相信很多的业者 很高兴能够听到部长的这个回应 或者是新的一个想法 好 各位 今天我们来到数位发展部 专访唐凤部长 上半段的访谈 希望大家对于唐凤部长 其实真的有一个新的认识 他的说话的速度 听说已经比较慢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四 三 二 各位阳光的好朋友 我是夏志平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来到数位发展部 专访唐凤部长 我们在刚刚的访谈里面 听到了唐凤部长 跟我分享的这些 我所问的问题的内容 回答之后呢 我真心发现 原来部长在媒体上面 在画面上面那么有魅力 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看到了很多 让精简的回答 同时呢 他更知道媒体要什么 部长 这个这样的功力 是与生俱来吗 还是经过磨练 家学渊源呢 家学渊源 是 因为家父家母 都是新闻人嘛 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在当时还没有解研的时候 去促进 包含整个报业 跟社会环境的民主化 自由化等等 所以我从小其实记忆里面 就是他们在讨论 就是接下来的社论啊 接下来的报道啊 接下来的调查啊 接下来的专题啊等等 所以可以说是在一个充满 就是对于新闻 对于社会的正向的 受影响力的这样子一个 信念吧 的家庭成长的 为了迎接这个 接下来这几%的访谈 我特别去换了衣服 希望各位我们的观众 可以看出来 这是不太一样 而且我穿的衣服 跟唐部长 唐部长的衣服 是一模一样 这是颜色不一样 对 这是总统服 看得出来吗 果然数位化 让人家觉得 好 这是总统服 OK 好 没问题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特写 接下来这个方谈啊 会比较严肃一点 是 好不好 部长 我想请教你 两岸问题 一直受到国际的关注啊 那除了传统的武器之外 资讯战现在 也受到高度的重视 面对中国 利用各种的方式 对台湾进行认知 作战 部长认为 世卫部啊 在迎接假讯息 这一方面 从资案的角度 可以从怎么样去做到 这个宣导 让民众知道注意 是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并不是通讯 或者传播内容的 监理机关 我们完全没有 监理的性质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好像11月29号 开始开第一场的 那个跨境平台 跟新闻业共融的 这样子的平台 我们的角色 就是让大家理解到 新闻业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重要性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在今年稍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全世界 包含我 都在那边去一直刷荧幕 去想要看到 到底基辅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假讯息 好比像说 俄罗斯一开始就说 泽伦斯基跑了 已经跑到哪了 利维夫了 波兰哪里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因为在地的 像KF Independent 等等的这些媒体工作者 他们透过广际网路 第一时间的 给了我们很多 及时的包含直播啊 等等的讯息 所以说呢 大家还记得吗 泽伦斯基每天每天 对外去讨论 而且呢 也说什么 给我弹药 不要给我搭便车 等等 这个大家耳熟能耍 所以就是在这种 慌乱或者是不稳定的 这个灾难等等的时候 及时的 第一手的 现场的 透过往期网路的报道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跟乌克兰 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我们对外的 网际网路 跟对内的是不同的 我们对外 都是靠海底的电缆 这些海底的电缆 跟我们对内 靠行动网路啊 固定网路 是不一样的结构 海底电缆上岸的地方 虽然说有好几个 但是如果都破坏掉了 就变成我们只能在国内 大家自己传讯息 就没办法跟国外传讯息 那样子的话 等于资安的攻击 如果破坏掉 我们通讯的能力 或者是 把我们传播的能力 把它截取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就算 我们在地的 现在有很多国际的记者 都在台湾了 但是他们的报道 也不能够截取到 全世界的人 所以我们在做的 就是去想办法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之内 就要部署呢 700个不同的点 这700个点之后 看得到天空 就可以透过乌克兰也有用的 这种非同步轨道的卫星 去取代掉一部分海岸的功能 这样子的话 即时的讯息 才可以去散播到 全世界各地 而且呢 才不会变成 好像假讯息 或者刚刚讲到这些 D-Fake等等 好像充斥着 全球的言论环境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要的工作 是 您刚刚所提到的 那跟马斯克他的这个新业计划 有相似的地方吗 或者是说有 是怎样的连结呢 还是这是一般不知情的民众 也许会有一些误解 对 我们目前已经在合作的 非同步轨道卫星 是卢三宝 法国的一家叫SES 那事实上已经在新竹 他们的消防车上头 已经可以装这样子 它叫做中轨道卫星的接受站 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想到卫星接受站 想到5G基地台 都觉得是固定的 但是其实呢 你也可以放在消防车上 它可以是移动的 所以哪里失火了 可能那边的通讯状况被破坏了 那我们需要调动 各种不同的防灾救难的这种资源 来知道火场 那附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这种 接到中心轨道卫星的车子开过去 那它在上头呢 它既可以去接收卫星的讯号 又可以本身有个小的5G基地台 所以旁边大家只要有5G手机 就可以及时的视讯 及时的去调动 包括无人机等等的这些资源来救灾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两年 这700个点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中轨道 有一些可能是低轨道 国际上面有很多 可以来提供这个服务的 那只要符合我们这个资安 等等的这个需求 我们就会来考虑 但是鸡蛋呢 不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所以说即使是好比像说 某一个中轨道或低轨道卫星 突然接不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但是呢 这个消防车上头 它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频段 好像我们调广播调频那样子 所以就算某一些频段的卫星 现在接不到了 我们就接其他的频段的卫星 那所以这面对这个马斯克跟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市场的关系 还有就其他两岸关系的这个发言 是不是会影响到政府对新链跟台湾合作的态度 我想当然好比像说 我们在本地加所谓的本地云 我们自己包含中华电信 国网等等 都有一些本地云的设备 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跟好比像说Google在彰化嘛 或者是Amazon在板桥嘛 或者是微软等等 这些大型的所谓的国际的云的厂商 但是我们要求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它实际装那台电脑的机器跟它的连线 它必须在我国的境内 它不能够说好像说 我说是连到彰化 但是其实是连到其他的地方 不可以这样 那第二个是说 实际去进行管理的人员 他们自己或者跟在地的厂商合作 必须要具有我们我国的国籍 所以呢也不能说 好像我们不太相信的一些其他国籍的朋友 那来这个管理 那这样子就跟你机器搬到别的地方 没有什么两样了 所以呢实际的地点 跟管理的人员的国籍 这两个加在一起 是我们对于本地云的要求 那只要它的这个产品 或者是服务 或者是它整个设计是能够符合我们自然跟本地云的要求的 那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愿意合作 但是呢鸡蛋呢 不会放同一个篮子 不知道您的回答 让我想到一个 今年双十节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 就是在那个国庆晚会上面 无人机的表演 后来呢 传出是这个中国制产品的这个争议 你说它的外壳啊 发达啊 对 然后其实这就引发了一些 也许民众一般不太了解 就是说红色供应链渗透无人机国家队的这个疑虑 那么国科会 他们是有说说未来数位这个数位部的这个电信技术中心 会借接国际标准 然后针对无人机的导航晶片 还非控的晶片 全球定位系统 甚至于整机 都有必要建立一个资安检测的机制 所以我想请教部长 那这样的资安检测机制 大致上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那在此之前 要怎么样去防范 像类似这样的产品 会不会在台湾又出现一些什么漏洞 我想有检测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哪些目前跟资安确实是没关系的零件 它不会混紧 跟资安真的有关系 像你刚刚讲非控的晶片 这样子的零件里头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检测的话 等于一边说被渗透了 另外一边说没有被渗透 很冤枉 但是没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这个角色 去进行这个检视 那当然这里面也不是只有TTC 就是数位部 我们会结合各个检测实验室的能量 我们会自己来当一个窗口 那但是是在吴正中政委 以及国客会的安排之下 包含进出口 零件 飞行计划等等 这些都是完整的配套 那当然我这边也特别提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公务的场域 公务的设备 连线到公务网路 这些我们本来好几年以前 就已经有一个各机关 对于危害国家自动安全产品的限制原则 所以本来像固定式的监视器啊 这些本来就不能够用这些 一律的厂牌的这些产品 所以并不是说好像发生无人机的事情 我们来赶快制定计划 本来就有这个计划 只是因为无人机呢 它是在飞行的过程里面 它未必接接到公务的网路 它未必上面有摄影机等等 那关于这个新的形态的 它的威胁会是什么 以及怎么样去对应 我们已经有一些想法 那相信很快 吴正文会跟各界说明 有一些新的想法跟各界说明 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这个方向应该就是提升全民 您在这个不管是这个资安啊 或是国安意识上面 一些重要的一些 自己心里该做好的一些准备 可以这样子说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不会因为说某一个产品 它没有接接到公务网路 或者是说这个产品 它里面我们看到它的核心系统等等 是我们信得过的这些地方的厂牌 我们就说那它完全安全 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一体两面 也就是说具有 危害国家自动安全的一律的产品 当然这些厂牌我们不去使用 但是不是说不在这个名单上面的 我们就完全的放心 就完全的信任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零信任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新的想法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天公文的时候 我要去验我的指纹嘛 要验这个连线 是安全的连线 以及这个上面的软体 是没有被篡改过的软体 那这三个 当然厂牌上面我们都是信任的嘛 但是说不定也有其中的某些元件啊 或什么可能被渗透啊 那所以呢当我们是三道因素加起来的时候 攻击的人他就几乎不可能同时渗透 这三个部分 就是指纹感应的部分 连线的部分 跟软体的部分 那他的攻击就会被发现 会被另外两个因素挡下来 然后呢这个攻击被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溯源 去处理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刚讲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里 你备份呢不但要做 而且呢要做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异地的去备份备源 那我们在登入的时候呢 不要只靠密码 因为密码别人超过去 或者你在两个网站用一样的密码 那立刻这个网站的主人 就可以帮你登入另外一个网站了 那所以不要只用密码 而要加上另外一个因素 不管是你的手机指纹等等 所以这种多重因素的认证 就是我们零星人的一个基础 那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常使用 各种3C产品呢 各种网络服务的时候 理解这件事情 部长您提到的资案 当然是目前我们来看 最重要的这个工作 那为了提升资通安全呢 社会部预计在今年年底 就要成立一个 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 我想请教一下 目前资案院的设置的进度如何 还有未来资案院跟资案署 要各自扮演的角色 有什么不一样 是资案院目前筹备相当顺利 大概年底就会具体的规划 什么都会对外来说明 那我们怎么比你呢 就是资案署 它是一个行政机关 我们制定的是全国的资案的政策 那但是呢 资案院呢 它是一个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呢 就是包含一些技术的研发 或者是人才的培训 这些我们需要民间的力量 一起来做的 所以它是在政府各个机关 跟民间中间的一个桥梁 包含新创建啊 学界啊 国际啊等等 如果对于投入我们的资案的研究有兴趣 但是呢 又不是说啊 我就是接下来就要当公务员了 那这些朋友们呢 就可以很适合来资案院工作 资案院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开发一些 我们从研究界 从学界看到的 四年之内能够应用到实战 的这些技术 把它研发出来 研发出来之后呢 在资案院里面 也有会操作这些技术的朋友 实际的来工坊 在工坊里面累积经验之外 我们看到新的攻击方式 而且好像围老建筑重建嘛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地震 以前我们建筑呢 开盖的时候 没有想到地震会这个方向来 地震的震度会这么大 所以呢 虽然这个震度呢 它是发生在某个地区 其实没有影响到很远的建筑 但是这些呢 我们就是现在有什么 防灾性毒根嘛 就是说 那如果下次类似的地震 发生在我这一区 这个建筑不就要倒了嘛 那不要等这个地震 发生到这一区 我们自己就来重构 那当然资讯系统的重构 比起建筑来讲是更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 这个在网路上面 找到这些共用的元件 先进的民主国家 都已经有一些防火 防震建材嘛 我们是整个做了新的系统 把旧的系统借接过来 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什么东西拆掉 所以这种伪老的资讯建筑 资讯结构的重构 也是资源接下来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再把这整个问题的层次 再拉高一点 我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其实部长您上任之后 常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 那跟国际交流也很密切 那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的委员卡尔也在月初到台湾来了 所以这是不是凸显全球数位浪潮之下 台湾目前所扮演的关键性的角色 跟它的优势 是不是这样子 确实如果你是国际上 想要研究防震 救灾的学者的话 那当然台湾是 你必须要拜访的 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有 三个有感地震 在台湾的某个地方 所以同样的 资安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受到的这种侵扰 是最多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最新的病毒 最新的攻击的手法等等 我们是最了解 所以全球都对这个很有兴趣 今年4月 我跟60个国家的代表 我们都签署了一个 叫做未来网继网络宣言 那不好意思 这一段再来一个 好 对 如果有的话 我从最前面好 好 没问题 是 确实是这样 那是因为我们受到的 侵扰的程度 是最高的 就像如果你是研究 防震 救灾 那当然你会很希望 能够来台湾 跟台湾互相学习 因为台湾这个 有感地震 是相当的多 那同样的道理 在资安的侵扰上面 我们也会 搜集到最新的攻击手法 最新的病毒等等 那我们在今年4月 我代表我国 就跟我们60个 其他的民主的国家 签署了一个叫做 未来网际网路宣言 DFI 在这个宣言里面 我们就是说 我们都连到网际网路 但是有一些 极权的这些政权 他们把网际网路 变成好像 监控他们人民的工具 好像剥夺掉 他们的人权 变成人民对他的国家 或者党透明了 那但是呢 他们党的运作 或国家的运作 对这个人民 是一点不透明的 那就跟我们发展的 民主人权的方向 可以说背道而驰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 民主阵营就要联合起来 然后呢 去联防 也就是说 任何时候呢 我们任何一个 受到了侵扰 那其他的呢 就可以研究出 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防水 防火 防震 这样子的一种建材 大家都用类似的建材 如果被发生了 什么攻击 竟然成功了 到一个程度 那有所修补 所有这个联防阵营里面的人 都可以因此而受惠 因为我们用的是 相同的建材嘛 那在这边 台湾扮演一个 特别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在 密码学的工坊 就是资安的工坊上面 一项呢 就是有 如果一边的算力 特别的高 那它就可以 所谓暴力破解 另外一方面的防卫 那所以呢 我们保持我们的算力 也就是我们晶片 特殊为了 资安工坊 而设计的晶片 保护隐私的晶片 等等的这些的 设计能力 以及生产能力 这个就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也是 各国的朋友 来台湾 常常问到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啊 这样子的 一种生产的能力 设计的能力 是不是能够继续 为了守护这个民主阵营啊 来让他们使用 各位 央广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来到 数位发展部 跟唐峰部长 做了这么多的访谈 刚刚的这个部分的访谈 或许您会觉得 有一点点严肃 或者是他够专业 但事实上我们从唐峰部长的口中来告诉我们答案的时候 我们居然发现了 其实这是每一个民众此刻跟你安全 跟这个国家的安全切身相关的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了解这些内容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了解他 还要听到唐峰部长对我们的分享 我们要把治安这件事情变成是自己 每天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细节 当然这么 原来我用这两个字啊 如果用严肃两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们在今天访谈结束之前 我们来点轻松的 轻松的 轻松的 刚刚在进行访谈之前 本来我们想说 是不是要跟唐峰部长 我们来演一段精细 十三下 可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可爱的办公室里面 其实不太适合 我们又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唱一段精剧呢 你不要以为他不会唱 他真的会唱 我告诉你 他的嗓子唱老声 那真是好得不得了 但是这些个考验 如果都在你的算计之中 那就不意外了 我们今天来一点这个 刚刚我跟部长 我们在事件讨论过 这不是仙蕊 绝对没有仙蕊 听说你会说相声 从小是很喜欢听相声 这个吴赵南 桂龙好 是 好 这样子我们来个大考验好了 各位 我说一段相声 看看我们的部长 能不能跟得上我 这个大家说 我要欺负他吗 没有没有 不是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是虚心就叫 来 塔黄汤撒汤汤汤塔 塔黄汤撒汤汤塔 好 完整来讲 我们就先练习一下 和尚端汤上塔 塔黄汤撒汤汤塔 这和尚他端汤上塔 塔滑汤撒汤 汤烫塔 一点都不困难 那不然我也来 这个给您请教一下 你要考我 好啊 来来来 我们这个先慢点讲 好 浮华饭店 护法护肤 浮华饭店 护法护肤 那就快一点了 好 浮华饭店 护法护肤 浮华快点 护法护肤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这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尤其护法这件事情 应该是部长每天要做的 是是是 您看起来护法也很有成绩 谢谢 谢谢 好 部长 最后我们用这个问题来收吻 我可不可以请部长分享一下 其实您上任到现在 已经戒满三个月了 对啊 心情是什么 心情是什么 还有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是 我蛮高兴的就是 这等于我们说创业维艰嘛 我其实第一份工作 14岁出社会 因为我直年到国二 就是在创业 所以可以说我整个职业 就是不断的在创业 那创业我们知道 就是从无到有 来建立一个制度的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在数位部 也是建立新的这种公务制度 不管是刚才讲到的 这种灵性人的资安 随处都可以签公文 那又或者是说 我们打破一些私属中间的界限 大家搬个椅子 就可以组成一个共学 或者是共同创作的空间 那我们当然现在 已经300位同仁了 但是到了明年年底 就会有接近600位同仁 所以中间还有相当多 我们新创快速成长 需要面对的一些管理的挑战 要来完成 那我觉得重点 还是在保持创业的初心吧 我们的初心 就是建立全民的数位任性 确保说各行各业 所有的包含弱势的朋友 他不会因为数位的发展 就被落在一旁 而是说 我们在建立这些制度的时候 就是要考虑到 我们在整个社会上 可能有10% 这些朋友他不是受不到 四局五局的讯号 他就是生活上面的 他没有使用数位的习惯 那但是不可以变成说 好像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重要的公共服务 好比像说口罩啊 疫苗啊 快山啊等等 他就接取不到 也不知道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 要跟非常多的各行各业 特别是微型的 或中小的企业 地区型的这些事业 或者是我们的地区的合作组织 或者是这些公益团体等等 等于要把他们的这个数位 转型的能力 一起都拉上来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可以当做最弱势 最偏向的这些朋友 跟我们数位世界中间的一个桥梁 那这个桥梁的工作 是我很愿意做的 是 部长告诉我们 保持那个创业的初心 要建立全民的数位任性 各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誓 我也相信 目前针对台湾 每一个所 日常生活当中的百姓们 所遇到这些处境来讲 它是非常迫切 而且需要的 所以 让志平在节目的最后 跟大家一块来呼吁一下 我们一起支持唐峰部长的做法 一起支持唐峰部长的想法 让数位部的工作 可以进行得更顺利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唐峰部长 接受我们的专访 部长 谢谢您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很棒 谢谢